接下来关注一下我国一直在稳步推进的基础教育的改革 最近北京江苏山东等省市相聚传来了酝酿高考改革的消息 其中江苏说英语可能会退出高考 山东表示可能取消高考的听力的英语测试 所以英语考试成了各地教育改革的重点 昨天下午北京市教委召开了北京中高考改革媒体吹风会 公布了北京中高考的考试内容和考生方式的相关的信息 在总体指导思想上主要强调了减负均衡公平 具体变化当中学生和家长最为关注的就是考试科目分值的变化了 中高考都增加了语文的分值减少了英语的分值 从2016年开始北京中考语文的总分将从原来的120分增加到150分 这个语文英语的总分将从原来的120分下降到100分 其中听力占到50分 那么高考方面语文的总分将从150分增加到180分 英语的总分从原来的150分减少到100分 另外文科和理科的综合科目的总分也各自从原来的300分增加到320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的高考英语考试将实行社会化的考试 也就是说不放在高考那一天考了 那么学生可以自行选择在一年当中可以考两次 然后选择最好的一次分数列入到高考总分 分数可以保留三年 也就是说学生如果你在高一的时候考到了英语100分 那么照样可以把它计入今后的高考的总分 北京市教委发言人表示 虽然英语考试的分值有所下降 但并不意味着我国教育对英语学科的不重视 应该这么说 英语学科的分值调整下降 并不代表着不重视这个学科 相反可能我们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去调整我们试卷的结构 命题的方式 以此来带动我们过去英语教学和学习方式 包括我们提供的学习素材比较僵化 比较低效的这种原有的这种局面 后续的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当中 我们要调整第一年龄段英语课程的设置的方式 创设更多的情境 让他有交流的机会 让他学有用的英语 让孩子能够经过我们基础教育阶段之后 那么可以相互交流 可以很自如的阅读网上的英语的信息 对于减少英语考试在高考中的比重的做法 高中生们看法不一 一些学生认为高考英语学科分值下降 无疑能够减轻英语学习的课业压力 对于我这种英语不太好奇 理科比较好的一点 肯定是会有帮助 会觉得课业的压力会降低很多 有的学生却认为英语应用性很强 不该减少英语科目在高考中的比重 可能以后出去跟外国人交流的机会会越来越多 然后需要用到英语的地方 就是像互联网这种地方也可能越来越多了 其实我觉得它的改革 就是说不应该是减英语的分数 而是我觉得它应该相应的 把英语比如说比试的部分 我们可以适当加到 比如说有口试还有听力上 还有学生认为即使英语分值下降 也无法从总体上起到减压的效果 可能也会转变成另外一种形式 比如说考基亚雅思托福这种这样 同学自己在准备高考过程当中 可能会更倾向于把精力和时间 放在其他科目进行提分 然后总而言之的话 其实负担并不会减轻多少 教育专家熊秉切认为 目前各地的高考改革 并没有改变整个高考体制 因此无法减轻学生的应试负担 不管是这个降低英语的分子 还是直计等级不算总分 或者是取消英语的听力或者口语 它其实都无法起到减轻学生的 这个应试负担 以及让英语教学回归本质的 这样的一个目的 因为目前来看 我国的这个高考录取 还是实行按计划 集中录取制度考试改革 它必须去打破这种教教考议计划的格局 执行中学制度教学 考试社会评价 大学制度招生 东方卫视记者陈碧尔报道 那么从高考的改革来说 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从9月以来 全国各省是陆续发布了 2014年高考的相关的信息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要算是明年起全面实施的 高考加分政策调整的信息 和往年先比 这次大规模的调整 主要集中在降低分值和缩减项目 学科竞赛方面 一些省市在取消全国奥赛 科技类的竞赛保送资格的同时 下调了加分的分值 例如 黑龙江和湖南两省 都将这些竞赛的20分的加分 降为10分了 而北京市规定 获得全国奥赛一等奖的学生 不再具备高校招生保送资格 和高考加分的资格 提加分是各省市政策调整的重点 测试的项目仅限定在中学普及程度高 锻炼效果好的田径 篮球 足球 排球 乒乓球 武术 游泳 羽毛球等8项 除削减加分项目以外 不少的省市同时下调了加分的分值 例如 黑龙江省规定重大国际体育比赛 集体和个人项目获得前6名的考生 加分分值由原来的20分降低到加10分 那么除了学科竞赛和体育项目之外 对于先进的对象 艺术特长生 品德和少数民族的加分政策 也进行了部分的调整 其中 以往盛行的艺术特长考生加分政策 最为明显了 四川 海南等省 均取消了音乐 美术 书法 舞蹈等项目的 艺术类考生的加分资格 近年来 高考加分引发的作假 腐败的产业利益链等问题 成足不穷 因此 此次对于加分政策的受身 一些教育专家表示肯定 同时一些专家也呼吁 治理加分乱象 更重要的是进行制度改革 关键在于推进基于高校自主招生的 多元评价体系的构建 最后形成综合的录取 意见真的是层足不穷 就算是没有考试 那就等于可以不学英语了吗 其实两者之间脱不了干系 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 来看一看中国的英语热 2009年 中国大约有三亿人在学英语 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 与此同时 有十万以英语为母语者 正在中国大陆教授英语 2012年 中国人大约花费300亿元 投入英语学习 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最大的英语教育市场 当然纵观全球 英语热绝非中国独有 英语之所以如此普及 是因为对于大多数英语学习者来说 英语已经不再是一门外语 而成为一种实用的基本技能 但是在中国 英语却更像是一门考试工具 出生前听开教英语 培养的是语言天赋 幼儿期间报英语培训班 为的是不输在起跑线上 中考高考都要考英语 大学要考四六级 工作了还要考职称英语 托福和雅思 是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 必须跨过的一道门槛 但目前 他们同大学四六级一样 成为了年轻人应聘的一项 重要资格证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